投篮应该这样来,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篮球实战宝典,回复 88领取实践球星T恤,很多人在投篮训练时都会注重手 上的细节,但也往往忽略了脚步和站姿的重要性,其实一个好的投篮 站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,投篮时从接球,脚步到出手都必须 是舒服的适合自己的节奏,这样你的投篮节奏才不会乱,下面来 看接球投篮调整站姿的四种方法,一,接球左脚踏步投篮动 做要领,保持手在低点准备接球,踏步向前,先左脚后右脚,折 反练习,从三分线开始跳三次投篮,回来后跳两次投篮,再回来跳 一次投篮为一组,注意练习跟实际应用的区别,实际上接球和踏 不同时进行,练习时可双手持球,着重脚步的训练,可连续往前踏步 后投篮练习,二,接球向正前方双脚踮步动作要领,重心放 第一,随时保持可出手投篮姿势,折反练习,从三分线开始跳三次 投篮,回来后跳两次投篮,再回来跳,一次投篮为一组,三,接 球右脚踏步投篮折反练习,从三分线开始跳三次投篮,回来后跳 两次投篮,再回来跳,一次投篮为一组,四,接球往一侧垫步 折反练习,从三分线开始跳三次投篮,回来后跳两次投篮,再回来 跳,一次投篮为一组,接球后的垫步是非常重要的环节,它分成 单角落地与双角落地,建议新手用双角落地,因为这样就可选择 任何一只脚作为轴心脚,这个动作如果做得好,后续的投篮会非常流 唱